沒有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西西里人對上達魯P圖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那我們好久不見到達魯特回來打我們天梯啦 那來打天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遇到我們的黑拉啦 那黑拉的話也是大家知道的知名選手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有趣的比賽吧 接下來看來這個西西里人 那西西里人的話 這個文明比較算是偏強軍式一點 但是他的這個文明特性 又可以讓他打得很濃 因為他每生一個農田科技的時候 都可以讓這個肉量多一點 模仿一插下去 生意技濃 這個肉量直接暴震 所以他打偏濃也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而且他石頭一開始是300石頭 雖然只能插一根這個成龍 但是 只要在沙爾挖一下的話 通常可以在封建時代插到兩根 可以高速插兩根 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西西里人的一個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這個肉馬開局 或是打這個棒棒開局 但我覺得棒棒開局沒有這麼夯了 現在反正是城樓開局 配這個長槍兵會比較好 不然就是直接二棒棒開局 然後直接城樓插 然後用城樓直接產出長槍兵 這一系列打法會比較適合西西里 那後期在打這個鎖子甲騎士 然後或者城堡時代騎士堡 都是很適合他的一個主線優勢 那再來就是他薩金特衛隊的打法 算是現在不是非常熱門的一個選擇 那在有一些特殊的情況下 要點帝王時代之前 就點...啊 點下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蓋到五個TC 然後去點這個十字軍中針 也是他蠻一個...蠻特殊的一個打法 那之前我們的影片有看到過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也可以去找西西里的影片 說不定就可以看到這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有個缺點 就是你一上... 帝王時代的時候 三法還沒有好 你的第一次東征的這個能力 可能就會先好 所以可能會有點 房屋上的一些薄弱的問題 但是可以很及死喔 讓這個帝王時代的初期空窗血 可以補滿 因為西西里通常上帝王時代初期 是很難點下這個鎖子甲的 或者是其他的高科技的科技喔 所以這個西西里第一次十字軍中針喔 究竟算是補正了他這個前期的 這個地出的軍事空虛喔 但如果你城堡時代就在開戰的話 就沒什麼這個問題了 但如果你是打這個開農 然後要來打一波開農反擊的話 這個十字軍中針喔 銀貫科技就很適合使用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WP圖 那WP圖的話 最大特色是三十代守候給你兩百目喔 而且到了城堡時代 工程機製造所單位喔 木頭還有兼免費用 所以造就他打城堡生頭很有優勢喔 但是現在這個打法並不是主流 因為這個科技優勢喔 反而會讓他比較偏向於偏濃的路線喔 因為畢竟你每生兩 每生一個時代給你兩百目喔 這個經濟加成實在太好了 你可以多開一點TC喔 或是灑多一點農田喔 但你前期取得一些經濟優勢喔 其實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喔 所以現在打WP圖的人 是並不太常看到這個生頭潛壓的戰術喔 可能在低分段的場面是有啦 但是在高分段的來說 他們還是會比較偏向於開弄 畢竟直接選什麼他也知道 經濟大於一切喔 但如果啦 你當然領先對手時代很領先很多的話 當然也可以考慮喔 嘗試打這個生頭戰術 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WP圖的話 後期還是打這個相公阿 戰毛兵喔 火砲兵劍兵 會比較適合他 搭上路線比較不太適合 而且他本身是沒有騎士文明的關係喔 所以他要特別小心對付馬的一個狀況喔 所以這個長長兵可能要早點去補下 然後按一下多一點生率喔 好 打WP圖會比較適合他 在陳寶時代的這個做法 那剛好這一個 也是我們剛剛說到的這個西系 也是出騎士文明的 所以打WP圖中期喔 應該是會馬上補重裝槍 重裝騎士喔 然後再加生率的一個打法 不是重裝騎士啊 重裝長槍兵 好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 這邊點一下 支部技術 封建十代 兩邊都是封建喔 好這邊 打WP圖打棒棒 那打WP圖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能力喔 就是他的軍事喔 軍營的科技喔 都是半價的 他那個升那個劍兵勇士啊 或是裝甲步兵喔 升級只要半價喔 升級只要七十肉 二十斤喔 就可以升成裝甲步兵喔 非常划算 復衛技術只要五十肉 然後攻擊三十八肉 非常省 那升到劍兵勇士 只要三百肉跟一百黃金那樣子喔 還是一百多黃金那樣子 有點忘記喔 那所以他後期喔 再搭配這個烏之鋼喔 可以無視對方的防禦力喔 步兵跟騎兵喔 都有這個效果 對於後期DWP圖其實也是蠻難纏的一個文明 但是一定要打這個劍兵勇士喔 配這個疾兵喔 才會有效果 或是直接打這個槍兵啊 長槍兵配這個相公喔 也是很很兇猛的一個打法 那這個打法就比較奢侈了 奢侈性的打法就會比較偏濃一點 但只要這刀一打出來 DWP圖基本上就是無敵狀態了 後面再配一些森女在上面補血 招騎士 好 那對手Hera這邊是使用雲大這個作戰方式喔 直接插一根城樓在家裡防守 那這邊很厲害喔 他這邊有做到這個雲大的細節 就是直接插一根果子 然後這邊可以守到兩個資源點 而且還可以守到農田 還不錯 但是比較可惜一點喔 如果這個防護場在右邊的話 就會更好一點 對方是完全打不到任何的經濟喔 只能打這個金礦去 那他在前期金礦也不會挖 所以前期也不會太多受到騷擾 那西西里人這邊就可以先行喔 趕快撒田喔 那就可以不理他這個裝甲步兵喔 騷擾的這個程度 甚至喔 黑雅這邊不用去下射箭場 出小弓喔 都不用 那這邊就只要直接農 把這個田撒爛 一直撒一直爽 人撒多少就撒多少 那黑雅這邊還有打一個更細節的部分喔 就是他先點一級農一級末 因為他知道西西里生農田科技喔 會增加非常多肉 那他就覺得這個75木頭 跟75肉就投資的有價值喔 所以如果要像黑雅這樣打的話 西西里就是要點一級農 再去撒田喔 你看這肉類直接標300 這什麼數字 你看人家農田只有200出 人家也是有點一級農的喔 那如果沒有點一級農的話 就直接差了一倍肉量 所以西西里這個一級農 是相當關鍵的科技喔 點下一級農之後 西西里人很爽農 直接農爆 那盜頭這邊應該也有意識到 哇靠這個 黑雅也已經是在暴農一波了 這個有點危險 趕快撤 但這邊撤其實沒必要的啦 繼續打其實也不虧 大家可能想要保住一些單位吧 大家可能想要來防守反擊之類的 好那這邊就可以來看到西西里人 黑雅這邊的打法會是怎麼樣吧 那我沒有意外的話 西西里人還是會走一個重裝 騎士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而且就是對上這個達洛P2人 達洛P2人又可以無視防禦力喔 步兵對打的話 出煞金特衛隊喔 其實不太有優勢喔 當然騎士來說也是這樣子喔 但是他有這個額外傷害減免效果 手指甲的能力其實還是不錯 可以抵抗箭矢 效果是非常好的 好這邊直接走了四隻工兵進來 原來這邊 公甲不定回頭是為了要來掩護工兵喔 好那如果工兵來的話 黑雅就有點頭痛喔 除非這邊再下一根城樓 這邊看到工兵要下嗎 但這邊下城樓 可能工兵會全部先設死幾村喔 哇這裡就很微貌 這裡可能要直接拉赤猴硬上了 這個不硬上這邊村民都會 欸這邊怎麼有洞啊 村民怎麼直接走出來 好赤猴直接硬上 這邊第一時間 赤猴直接倒了一隻 裝甲步兵第一時間被收掉 裝甲步兵收掉之後 就可以盡情的打對方的工兵了 但還會一直在後面無情輸出 打的傷害實在是有夠高 趕快回頭打下裝甲步兵沒錯 OK黑雅也知道裝甲要先收掉 好再來打這些工兵就綽綽有餘了 哇 結果打了老半天這個房子 左邊這裡是有洞的 哎呀道德這邊錯失良機啊 尷尬尷尬 剛剛那個村民走出來 瞬間笑噴啊 天啊這太好笑了 如果是我再打這樣笑 我就覺得 要是知道有洞 他走進去爽個一波了對不對 他說明赤猴過來打 這個窄口也不好解 好那這邊黑雅順利的解掉 用肉麻 用肉麻解算是蠻硬的 但是也確實比較適合他的這個打法 畢竟自己農田多啊 種田又有這個農田肉量的優勢喔 烏肉麻解似乎是更好的一個做法 好那後方這邊補下了金礦 而不是錢放 這邊可能要先插這種城堡 才可以安心的吧 不然這個前線會瘋狂被燒了 那我們之前一直有分析過地圖 金礦數在前面跟後面的差別 有些觀眾可能覺得沒差 或是地圖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事實上喔 對這些頂尖選手來說 金礦在前面喔 就是真的就是比較爛的意思喔 真的是有差的 並不是沒差 還有果子也是 這個兩個資源都是 錢寫非常需要用到的東西 而且是最容易長 在田地上被針對的一個區域喔 像道德這邊 果子跟金礦數都在比較安全的位置喔 就過得蠻舒服的 他前期的防守 投資資源就不需要這麼多 那想 反觀是開啞這邊喔 投資資源反正是非常廣 這個正面都要圍死之外喔 左邊這邊也是要稍微圍一下喔 畫的資源是比道德會多上一些些的 好 那這邊是由達洛P2 看一下這個城堡時代升級喔 稍微先高速看一下 好這邊補下第二個馬舊 沒意外的話馬上就要出意外了 這個騎士直接開始爆 好這邊直接點一下 軟甲技術跟長劍兵喔 哇這個真的是 長劍兵開局很夯啊 那現在很多不必完美喔 有軟甲的喔 都會先優先打這個長劍兵開 畢竟長劍兵直接上軟甲 再加二防 遠防有四喔 非常的慘 雖然工兵還是可以打到3D的傷害 但至少正面硬咬的時候 這個傷害是蠻可觀的 但我還是不太會用這個長劍兵開局喔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算是特定這些職業選手們專屬的打法 打長劍兵還有個好處喔 就是造價便宜喔 前面你出這麼多長劍兵給這手壓力喔 自己也不太容易會斷村斷的太嚴重 而且一波出去大概會有十隻左右的長劍兵 做前壓 才會開始斷這個長劍兵喔 蓋好的建築物喔是沒有防禦力的 很快就可以直接拆掉了 果然拆掉了 那WP這邊還補了一個長劍兵升級 果然是先升槍兵 但是西西里的騎士喔 有這個抵抗槍兵的效果 傷害其實打下去並不會這麼的痛 所以這邊出長劍兵打其實威力就還蠻不錯的 好 這邊直接靠掉非常多的建築物 好 這邊馬舊 鑰子也被拆掉了嗎 你看這邊騎士不敢上 因為數量太多了 這樣打的話通常是打馬國比較有用 因為馬國真的數量上會比較少一點 騎士數量 好 那長劍兵數量其實夠多 這邊硬包應該是能打的贏 在後方有一隻生女在這邊後面偷招 而且黑仔這邊很細心的 把殘血的騎兵給拉走 但沒想到黑仔這邊直接補下 更多騎兵直接前線交戰的關係 所以這邊長劍兵居然打輸了 哇靠這個就是黑仔嗎 喔這裡還有生育攻啦難怪喔 一攻一防都有點 我覺得這一攻是關鍵喔 你看 WP圖他先升防禦力 問題就大了 如果這一坨剛升攻擊力的話 肯定是打得贏的 但他算是防禦力啊 就很可惜 你想這個大概約15隻的長劍兵 升一攻的話 每一凱因道就多15滴的傷害 如果點一攻的話 但點一防的話就是被對方打 雖然是減一滴血 但自己本身少了這個 每秒15滴的這個DPS喔 就會差很多 所以道德這部分的細節 沒有處理好 這個是打對方騎兵戰的時候 要先優先點攻擊力的細節 好 沒有關係 道德皮圖也是損失的前面這一排長槍兵 跟這個步兵而已 經濟本身自己也沒損失太多 那這裡趕快補下3TC 開農就問題不大了 黑牙這邊早就開下3TC喔 開始爽農一波了 哇靠 黑牙怎麼突然打得這麼濃啊 輪走技術也下 然後這兩隻三人先在家裡 把這個騎士血量補好 這樣子就還有8隻騎士可以再繼續萬民鬧 好這裡一隻石頭走進來 想要來偷抓一下村民 這是從這個洞進來的嗎 欸果然是 找這堵口 得罪人的方將還想逃 道德表示 誰想跑啊這隻臭頭 好這裡補下第4個TC 黑牙這邊可以考慮啊 馬上點下這個惡景龍喔 我覺得西西一點二級農 是大於二級木的 不知道大家想法如何 因為他這個農田加成實在太過分了 我覺得優先點二級農 比優先點二級木還要重要 跟破爛有點相似的感覺 這裡先補了一個採礦地 從而民爆打一波 全套開扁 正面槍兵 繼續往前走 OK 但是勝率數量有點多 這邊只要被招走四隻槍兵 就有可能被逆轉 因為槍兵數量一少 騎士就有可能正兵打定 但這邊高打低 可能會有點痛 好這邊直接錯一波 騎士殘血往後走掉 但是後方還有四隻的勝率 直接上前 但騎士又直接回打 這一波回打看起來是 道德這邊會輸 因為這邊四隻槍兵 被拿掉之後 三角就會減掉很多 我們剛剛有講過 所以這邊一定 是會打你的 哇 道德這邊 省思第二波 槍兵 長槍兵有點虧了 雖然這個 長槍兵 跟 長劍兵造價 並不是非常貴 但肉 也是要50肉左右的 像槍兵被換下來 也不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這裡也是要補下 一些勝率 加槍兵會比較好 長劍兵可以暫時不出了 長劍兵不出的原因 是因為對方沒出攻兵 對方真的出很多攻兵 才可以考慮 再繼續按這些長劍兵 畢竟長劍兵 在現在這個時代 是非常坦的 這邊也補下第四個TC 兩邊都有點小農 小打小農 槍兵脫搓一下 把這個勝率給搓死 這一波再上前 這邊直接包夾 但是數量依舊不夠 西西林最強的地方 就是她騎士無腦爆 正面硬砍這些重裝騎士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後面手裡再繼續補血 你的槍兵夠多 我再招一下 散力平衡一下也沒問題 打法非常彈性 西西這邊偷撿了一根生物 回去了 這邊又再開打一波 這邊騎士有高地優勢 直接把長槍兵給高打滴 打了回去 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數量也是有明顯的壓制 13隻騎士直接堆疊了起來 西西這邊優勢非常巨大 那我覺得考慮 西西可以先點2攻 2防可能可以考慮緩緩 現在先把這個傷害堆疊起來 比較重要 那很有可能她會直接先上帝龍時代 好 那WP圖這邊是先開農 這個輪走技術也補下了 黑亞這邊補下輪走技術的時候 沒有再補下手推側 它這個P數其實可以點手推側 但是這個資源量實在是太接近地優時代 所以這個手推側通常都是要點下地優時代 再去點這個二級手推側的 不然這個傷害時代可能會慢了一點 我才剛講完你怎麼就先點二級龍了 先把肉類先消耗掉 他可能沒有蓋城堡 差一個建築物沒辦法生時代 很有可能 二級龍二級木先補下 生時代所以慢了一點 但這個城堡會給到道德一些壓力 通常蓋城堡就是意味著在告訴對方說 我已經點帝龍時代了 但道德這邊資源是完全沒辦法點上帝龍時代的 這邊要稍微思考一下 要不要買賣一下上帝王 不然他這邊壓力其實非常重 他這邊開始在圍死了 他開始感受到壓力了 壓Z三娜 先點二攻 你先點二攻不先點帝王嗎 這就有點尷尬啊 先點二攻 農田繼續賞 後面騎士被招掉幾隻 兩隻騎士被招掉三隻 但是自己生旅可能有點完蛋 但這邊還要選擇翠翠沒有鷹打 OK 招到三隻騎士 後面更多強傷兵補回來 這邊直接把黑拉的兵打回去 這邊數量夠多 這裡黑拉也補下手推車 OK 點帝王手推車 標配科技 好 達魯P2這邊也要趕快賣一點木頭 來點一下帝王世代 挖黃金挖的有點少 而且他很尷尬的地方是他的附金都在外面 他這裡不把城堡往外插 或是把外面空起來 他隨時是會斷金的 金礦數很快就沒有了 他現在是打垃圾兵 強兵 不需要那麼多黃金 但勢必有後續你要出到火炮 之類的東西 或是烏之鋼 去抵擋對方的鎖之甲騎士 或是對方的聖旅團 或是供應器團 都是需要用到火炮 黃金還是需要的 好 這邊強兵大陣再打個一波 但正面騎士數量好像不太夠 損失有點多 這邊直接倒了一些騎士 這邊被DOT反打了一波回去 老頭也被戳掉兩隻 好 這邊可能要再撤咯 好 那DOT這邊很標準咯 點下手推升跟帝王死蛋 但是果然有黑拉第一時間上到帝王死蛋 這邊要先按G銀頭死機嗎 還是要先來升鎖指甲呢 哇 他先升中頭 跟我想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升中頭 升中頭 打DOTP升中頭 好像有料耶 不過他這邊轉戰矛 或是打這個相公 中頭確實打相公很有用 這是無可否認的一件事情 哇赫拉已經 預判的預判了嗎 已經覺得DOTP圖這邊會轉出相公的關係 而且也沒有升騎士喔 他看起來是想要把騎士送光了 好 這邊投資來找一下 數量上有點尷尬 騎士應該是能打贏 但是損失非常多數量 這邊也沒有打算點 重裝騎士的升級 鎖指甲也沒有點 先點這邊技術 然後點下了中頭升級 三個BK 後來再補下兩個馬舊 看起來是要落馬 配這個中頭 還是要打這個黃金陣容 比試也出 好 這邊連中頭沒有放過 連中頭也下啦 哇靠 這個黑拉太狠了 直接被排掉 好 這邊補上了急兵跟下增兵技術 還有這個板甲技術 破兵路線還是先點滿 WP圖果然是打一個奇兵生蠻 生蠻的路線 但這樣打起來就有點尷尬 人家根本不是要打奇兵喔 雖然之前影片也有看到 BIPER用大量急兵WP圖 直接把對方給戳了回去喔 對方還是出工程器 但也是要用閃陣的 稍微閃一下走一下會比較好 那就要看一下 DOT這邊 能不能及時轉出大量的 劍兵模式 跟急兵喔 去反擊這一坨單位喔 後方有少量急兵重運走過來 應該是 失去人身的方向 這邊可能趕快進化 再繼續搶奪一下 黃金非常重要 這邊門面有點被砸開 這邊補下了烏茲鋼跟雙手劍兵 要來直接無視對方防禦力了 然後黑仔這邊可能意識到 對方DWP圖部並有無視槓的關係喔 繼續出騎士不太好 轉了一些肉馬輕騎兵 合理 這樣就可以讓對方無視槓投資的效果 就沒有那麼好 門面被砸開 直接又流了幾隻騎士進去 但裡面有幾兵在防守 好 重心托斯基 已經好了 75攻 這個拍下去 真的會直接是 頭破血流 更強大的隕石術要來了 急兵急兵 很怕很怕 貼上來 尷尬 好 這邊雙手劍兵也要生好 三攻三防苦風爐 好 這邊轉出了輕騎兵 好 這邊全走工程器路線 科技攀的很快 但如果對方直接平A 又沒有砸掉一大步的話 直接被貼上來 這些投資車很輕鬆會被解光喔 好 這邊直接包夾戰術 稍微走動一下 哎呦 到台還是有在看 但第二頭能不能 嗚 這個範圍夠廣 雖然第一時間有上去貼 但投資車能解掉了幾台呢 兩台 三台 四台 沒問題 這台投資是被骨仔啊 直接砸掉前排大量投資 哎呦 這個老頭 哎呀 好可憐 哎呦 沒有辦法 重頭就是這樣子喔 好 那家裡有一些急兵流進去了 哇 這個是參考BIPER的打法嗎 用垃圾兵偷偷插進去 用急兵在你的田裡捅啊捅 就是這種感覺吧 很舒服的 好 倒特這邊非常難受 好 這邊 嗚 又是被骨仔 這個 為什麼很少會升級重頭跟重頭緣 就是這樣子 殺敵100 自損80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這邊轉一些奴炮 哇 難道要來打針對步兵全套餐嗎 重頭配重奴 重洗奴炮 然後再配些肉嘛 去人家燒了 好像不錯 這個打法 好 右下這邊城堡蓋得非常含蓄喔 左室我就想要蓋這個地方 直接封鎖你兩個BK出生地 但這個離得有點近喔 其實有點危險 這邊急兵走到城堡下 想要戳掉一些頭子車 看起來他也是做到了 那我覺得西西里是一個蠻特別的文明喔 他不只是奴炮重頭都可以升滿 連這個衝車也可以 所以他有可能是故意到對方可能會升重衝 所以才沒有把城堡蓋在這麼前線的位置 好 那西西里黑亞這邊打得有點微妙 打一個工程器套餐路線 同時進入時速再長一波 全倒 瞬間被變成腿哥 這邊更多的疾病 但是這裡有重洗奴炮了 16加1串燒開始 直接串 直接串 想串多少 自己串 看好串門 這邊急兵想要來燒到金礦群 但這裡有個城堡 謝謝你的節奏 慢慢堆疊起來 反而是DWP2 DW有點難受 對方奴炮開始續血 而且投車也是非常難解 所以現在還有這個大型 劇情投石金也在開拆了 最近肉麻想要去打這邊挖石頭村民 帶後方有急兵在防守 奴炮串燒 煩消失 舒服 重心奴炮直接登場 DWP2點一下一擊一射 這邊是要來轉向弓嗎 但這時候轉向弓可能會來不及 升級成本過大 轉兵很有可能會失敗 好這邊串燒效果非常好 D堆奴炮直接把這些DWP2的雙手劍兵 直接串成白痴 道德這邊還能再起嗎 左邊城堡也快要掉了 剩下1000滴血 但正面的肉麻直接損失掉 這邊串燒繼續串 但是直接貼到重裝弩炮的正面 這邊可能要稍微拉打一下 但是要小心貝骨仔 這個貝骨仔很恐怖 不要拍到自己了 好險沒有亂拍 這個排下去 這個前面又要損失一大堆 呵呵呵 這個投死車都是我們人稱的 作友殺手 重型投死車 但單挑來說也是很少見到的 這個投資成本過高 也會有我們剛剛說的那些問題 很容易打到自己的兵 繼續串燒 好 那道德決定要來往左邊攻擊城堡 但左邊這邊還是有少量兵在防守 輕騎兵可能有點難擋下 這邊騎兵加上雙手 劍兵勇士效果其實還不錯 但自家門面可能有點麻煩 投射拍個一下 嗚 這裡拍得很不錯 這一坨步兵直接沒了 那奴炮也沒有被拍掉 非常棒 12隻的奴炮繼續往前 均勻投死機 直接深入到了大陸P2的農地區 農地區 如果這邊直接被斷肉 可能就沒細唱了 畢竟出步兵最需要的就是肉 後方突然殺出了一些趙雲 從後方的城堡 直接殺了後面 但 黑拉有看到 直接斬了一波全倒 nice 哇 剩下一個 哇 黑拉這個戰術相當狠 看來重頭可以輕輕鬆鬆拿下這種比賽了 直接砸光 農田區直接被弄爆 所以打工程序最好的東西就是用肉馬 或者騎士單攻去打會比較好 但 道德可能想說自己的馬非常爛 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房 也只有輕騎兵 我覺得該出的時候還是要出一點 不然這個真的是非常難受 不然出火炮也好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打我皮圖 道德這邊沒有出火炮 這個是有點納悶的事情 他這邊找我出火炮的話 這邊進攻也不會這麼快速 好 這邊直接 爆打一波 重點數降到升100吋 黑拉還有147吋 經濟上來說是蠻好的 左兩側經濟也是被扣容下來 但左邊這個城堡被端掉了 黑拉這邊壓力有點 跑到左邊的感覺 但是他不理道德左側的攻擊 我直接拆爆你農田 就是對你來說是最大的傷害 看來道德沒有秤心如意喔 這裡面聰明也是死傷慘重 裡面清洗兵也是塗個一波 怎麼辦啊 這一坨疾病要再上去人肉擋工程器嗎 不好吧 是不是想要閃陣包夾 但這個閃陣包夾有用嗎 是把黑拉當掃嘎嗎 哇 哇 這邊再拍一下 不敢拍 拍 對 拍下去舒舒服服 上面這個一拍也全倒 上下兩波步兵全部被黑拉 預測到這個行軍路線 全部倒光地上都是大洛P夫的步兵屍體 太狠了 這個男人 道德倒出了GG 出了329隻的疾兵 卻打不下黑拉這一坨的工程器 這個就意味著黑拉的控兵真的是有料啊 這不愧是手術高手 黑拉 雖然左邊這一個城堡兩多城堡都被拆掉 但這邊後面有守住了 這邊又出大量的鐘頭 將行起一併的路線 後方經濟看起來是有守住 並沒有損失太多 雖然這邊也是有少量的東西被拆掉 但還能接受並沒有太慘 反正是道德這邊沒有找到找轉輸火炮來 還是他在測試什麼東西啊 有什麼在測試 兩邊說好不出火炮打我P2怎麼打之類的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雖然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也偏低就是了 我覺得打我P2 真的還是要靠火炮來打 不然 他真的是沒有後寫 因為之前打我P2勝率掉到最低的時候 就是他沒有火炮 對於火炮之後勝率就比較正常一點 但他這時候不出火炮 可能是想要測試烏之鋼 配上級兵跟這個雙手劍兵的打法 劍兵勇士 看能不能直接淹過去 有可能再做個測試 不然他還這麼多黃金抱著死 也是蠻奇怪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他經濟 經濟應該是由HELA這邊拿到蠻多的經濟優勢的 黃金贏了7000 石頭贏了快要3000 那食物雖然是小輸 但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木頭是27000 那聖物是5聖物 哇5聖物真的是輸不了 怎麼輸 雖然有些人撿5聖物就輸了 尤其是競技場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